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56集 太后听了范贤应下了鼻舞 眼睛微亮 坐在太后旁边的皇帝却是面露忧色 官妾问道 范青呢 若是身体不适 还是免了吧 范贤虽然与这位皇帝只有数次聊天之缘 而且心中早有芥蒂 但听到他话语中很真切的关心 想到对方毕竟是位九五至尊 不免也有些触动 抬头朗声说道 陛下 外臣纵使血溅殿前 也当是为太后贺寿放的血里花好了 这话不伦不类 大为礼数 马上坏了气氛 果然 太后的脸阴沉了下来 皇帝却是笑了笑 觉得极有意思 这个范贤呢 果然是个外表温柔 内心执拗 不肯吃亏的古怪性子 挥挥手说道 这话说的就过了 既是比武 自然是点到为止 皇帝双眼一寒 望着殿中的群臣说道 谁要是自问 无法控制出手的力度 那便还是不要出来献丑了 这话便先毒死了 那些准备玩物伤的人物出手 全臣心头一领 发现这位年轻的天子 在这些年里 成熟的速度实在是快得 有些令人吃惊 这股天子威势 见胜难抵 更古怪的是 这位皇帝陛下 对那范贤怎么这么好啊 这到底是咱们的皇帝 还是亲国的皇帝啊 话间落出 早有一位武将 自偏殿外行来 对着太后与皇帝一礼 陈生说道 陈 陈朴竹 愿向庆国范大人请教 太后微微汗手 皇帝知道 这位陈朴竹的水准 对方是郎陶的师职 算起来都算是天一派的学生 如今正在宫中进军里任职 大概是听到上风的传令 所以前来比试 皇帝从海棠的嘴中知道 范贤已经是九品出的高手 陈朴竹呢 却只有七品的水准 为什么呢 皇帝看了一眼郎陶 自己的武道师傅 却发现郎陶安坐于席 面上没有半分反应 陈朴竹又向范贤行了一礼 陈生说道 范大人文武双全 声名震天下 陈朴竹请范大人指点 范贤笑了笑 也看了一眼郎陶 知道今日这殿上的鄙视 不是为了争强好胜 而是那位郎陶 郎陶想抢在自己回国之前 看看自己的出手风格 自己到北齐之后 便没有在众人面前出过手 郎陶一定对于悬崖边的事情 还有所疑惑 他对着陈朴竹拱手说道 陈大人 陈朴竹 陈生应道 正是 范贤说道 你不是我的对手 然后坐了下来 群臣哗然 心想 这位范贤 未免太狂妄了一些吧 正想着 却听着一道沉稳的声音响起 请陈大人指点 陈朴竹正字愤怒 却看见范贤身后那位 护卫往前踏了一步 站在自己面前 此时 天光从垫顶的玻璃上打了下来 散作一片清光 垫中光亮无比 所以很清楚地看清楚了 那位护卫 土石的面孔里 所蕴含着的无穷杀意 只是一步 高达只是往前踏了一步 他整个人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先前呢 只是一位不起眼的护卫 隐藏在范贤的身影之中 此刻迈步而出 却竟是隐隐然 有了些宗师风范 此时殿中无风 但高达身上真气流动 竟鸡的衣裳 微微飘动 范贤借着按鸡的掩护 伴鸡坐于地 两根手指 粘着小酒杯 双眼微眯 用余光 注意着对面狼桃的表情 狼桃似乎对场间的事情 不怎么感兴趣 手中拿着筷子 正在夹着盘中菜肴 但范贤眼尖 依然看见他的下颌 微微地点了点 这是表示同意 程浦竹身吸了一口气 看着面前的这位高达 上京中人呢 都清楚 对方是南朝使团的高手护卫 曾在一招之内 置住上山大将属下的 谭武将军 可谓真正的高手 但事已如此 容不得程浦竹退让 只见他大喝一声 请陛下准我用刀 少年天子虽然欣赏范贤 但毕竟不是个傻子 当然知道自己做的是 北齐的皇帝 也颇为欣赏这位武将的 勇气与声势 面带嘉许 说道 准了 程将军用心去做 此次纯属武道切磋 莫将他看作朝廷的颜面 不论胜败 朕都有赏 寿宴主角 太后看了自己的儿子一眼 眼色中满是不赞同 但是年轻的皇帝笑吟吟着 似乎没有看见母亲的眼光 林文林靖两兄弟 却是紧张无比 心想 马上就要启程回国 怎么又在宫中闹了这么一出啊 若是己方胜了 北齐人丢了颜面 不好 若是对方胜了 自己大庆朝丢了颜面 更不好 但是庆国官员 这数十年早就养旧了一股 天生的狠气 见对方挑衅 虽是文臣 也动了真怒 对高达说道 高护卫 点到为止 不要 省得太厉害 未曾占 仙言声 范贤看了身边两位副使一眼 苦笑了一声 心想 原来这两位 比字节还有嚣张一些 转头对龙椅之上的皇帝说道 陛下 晴云外臣的下属 送刀入殿 皇帝微笑望着他 挥了挥手 殿外藻之大殿上将有一场五道比试 这个是太后寿宴 所以宫里管得松 而且陛下也点了头 所以本在偏殿用膳的臣子们都涌到了大殿门口 将热切的目光投往场中 小太监从皇宫脚门处取来了高达用的长刀 递给了殿前的太监 传到了殿内 范贤瞧见王启年正在大殿门口 鬼头鬼脑的往这边看着 心里不由一领 心想 老王莫不是手痒了 想重操就业 在这皇宫里摸些东西吧 咱们再说回这边 高达 双手一握 长刀刀柄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顿时进入了一种很奇妙的境界之中 先前的威势不复 压迫感不复存在 场间剩下的似乎只有一柄刀 纵使一人一刀 但在旁观者的眼中却依然只有一柄刀 狼桃停住 看着高达手中那把样式独特的长刀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眉角微重 陈朴竹与高达对面而立 看着那位稳定站立的对手 将脑中一切杂念抛开 吸了一口气 缓缓拔出了撬中弯刀 刀身与撬口摩擦 发出一阵令人生出热血之感的金属声 高达依然不动 双手握着长刀 整个人向右偏了几寸 陈朴竹缓缓运气真气 将真气灌注到了自己的手腕之中 感觉自己的小臂 似乎已经与那把弯刀合作了一体 这才微抬刀面 它是狼桃的失职 苦和一排 虽然只有欺品之实 却有一股子失门赋予的自信 对方可以骄纵 但他不会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言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刀光如雪一般的绽放 杖鱼的距离在两名高手间就像是不存在一样 虚余间消失 下一刻 陈朴竹已经出现在了高达的正前方 两人隔得极近 就像是脸贴着脸 身体贴着身体 而那如雪的刀光正来自陈朴竹的手上 那柄弯刀很奇异的倒旋着 他高高举着弯刀 刀尖却是直刺高达的左肩 两人间的距离太近了 就连成朴竹也只能倒旋弯刀 用这种很阴险莫测的方式刺来 更何况高达双手握着长刀 此时根本不可能有出鞘的机会 纵使长刀出鞘 也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距离内 发挥作用 成朴竹果然不愧是师门不凡 在短短的时间内 平视对对方的武器的判断 定下了置敌之计 群臣微惊 似乎马上就要看见高达尖头写出 范贤微微皱眉 似乎没有想到成朴竟然出手 竟是有如风雷一般训练不及掩耳 一声极难听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一声碎裂响声后 又是一声闷声响起 下一刻 殿间 太后皇帝 殿外 窥视群臣 都满脸惊讶地看着一个人影 被针飞了出去 成朴竹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脸上一片血水 看上去受了极重的伤 众人以为高达是 以真气将成朴竹震飞了出去 不由大害 能够仅凭真气震飞一名七品高手 除了四大宗师之外 或许只有几位顶级的九品上强者 才能做到 而高达 只不过是南庆使团的一名护卫 场中只有那些武道高手 才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成朴竹 弯刀下刺的时候 高达竟是没有拔刀 而是双手提着长刀向上一提 长刀刀柄大约有一寸方圆的大小 而就是这极小面积的刀柄 竟是生生对上了成朴竹弯刀的刀尖 高达手中的长刀足有一人之高 他一提刀竖立 刀鞘便稳稳地立在了地上 所以当弯刀刀尖刺中刀柄的时候 等于说成朴竹全身的真气与气势 都以高达手中长刀为桥 传递到了脚下那片青石地板 高达呢 等于置身世外 看着成朴竹叙事已久的一击 与大帝做了个正面的冲撞 以厚土之后 纵使你是大宗师又如何 在那一瞬间 成朴竹感受到一股雄浑至极的力量 从刀尖传了回来 让他一时气息受制 而便在此时 高达舍刀抱拳 双臂如同抱着一个圆一般 向左一转 右手如同钢铁一般的肘尖 便重重打在了成朴竹的下巴上 这一击何其有利啊 顿时机的对方 齿落唇裂 鲜血横流 这还是高达手下留情 不然光这一击 成朴竹便会丧命 与其说成朴竹是败在了高达的手上 不如说他是败在了大帝的手上 早有太监扶着成朴竹退下衣制 高达沉稳向陛下与太后行了一礼 拔出长刀 缓缓退回到了范贤的身后 咔嚓一声 这个时候 先前对战之地的青石板 才寸寸裂开 殿尖群臣才明白 那柄未出鞘的长刀 竟是被成朴竹的弯刀之刺 生生打进了青石板里 这是何等样的力量 明白高达是取巧 群臣议论纷纷 这也不好多说什么 范贤看着北齐群臣的神情 有些自禁地笑了笑 在众人的眼中呢 这笑容未免可恶了些 范贤将自己饮的酒杯递到了身后 高达巍巍一愣 接过酒杯一口饮尽 谢大人赐酒 谢大人指点 我知道范贤曾经指点过他神 范贤笑着说道 应该是谢太后次 话还没说完 他却发现店中忽然一下子安静了起来 包括店外的臣子太监也是一般 因为狼桃说话了 狼桃微笑望着范贤 开口说道 范大人的小手段果然名不虚传 想不到连阁下的护卫也申明此道 说完这番话 他长身而起 轻轻解下自己的外衣 交给身后的宫女 露出腰间那两柄 连在一起的弯道 店中嗡的一声 狼桃大人要出手了 狼桃身为国师首徒 陛下的武道老师 上京众臣 已经有许多年没有看见过他出手 想不到今日 竟是要为南庆人魄力 群臣将灼热的目光投向狼桃 却因为对方的地位特殊 所以不敢多说什么 还没等狼桃走出来 范贤已经是哈哈一笑 白首说道 我不是您的对手 先前他直斥成谱竹 不是自己的对手 此时又自称不是对方的对手 落在北齐人耳中 倒有些光明磊落 狼桃却是笑了笑 说道 是不是对手 总要打过才知道啊 范贤心头为林 知道若真的与这位高手交战 第一 自己如果不用暗弩毒针 春咬毒粉 那肯定不是对方的三合之敌 第二 若让对方真的确认了自己 也就是悬崖边的那个人 以苦涸对于神庙的无穷掩饰来看 自己只怕会落到被追杀的下场 他眉头为皱 却也知道 以狼桃的身份亲自挑战 已经是给足了南庆人面子 自己断不可能再让高达出战 这内心见去强硬准备出手之时 却听着一个声音 师兄 我来吧 范贤高兴 很高兴 北齐人也高兴啊 看热闹的人 更高兴 海棠从太后后方缓缓的款款 行了过来 对着郎桃微微一扶 师兄 我来 郎桃看见是他 面露温柔之色 说道 也好 师妹自然 只是要小心范大人的手段 海棠对着太后与皇帝行了一礼 没有说什么 就走到了范贤的面前 微笑说道 来不来 来 为什么不来啊 二人回眉觉得 这对话像小孩子在玩家家一般 当然 将大殿围的里三层 外三层的北齐人 也没有察觉 就连南庆使团的官员也没有察觉 大家此时都陷入了某种期盼之中 这种期盼甚至已然超乎了胜负之上 超乎了两国延绵之上 只是纯粹想看 待会发生的那一幕 一位是南庆师仙 文武双全 以不足二十又龄成为监察院提私的反贤 一位是北齐天女 苦和之后最年轻的一位酒品上高手 传说中的天外者被认为是最可能成为 第五位大宗师的海棠 二人都是当今天下年轻一代 声名最盛的佼佼者 市井传闻 这二人曾在上京城中周游望返 看来是惺惺相惜呀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 二人确实是在一个层级上的人物 这两个人终于要对上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守在大殿门口的王启 黏打了个哈欠 看着店中那两个打架的年轻男女 胡弄说道 这在骗谁呢 他身边一个太监 愤愤不平地说道 居然在店前比武中假打 海棠姑娘啊 你怎么忍心 让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失望啊 王启年 没好气地说 又没收你们这些看客银子 自然演戏演得不认真 假打又如何呀 就凭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只怕皇帝陛下都不好意思打架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